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湾经济部智慧局近日公布了今年上半年智慧财产权趋势统计,台积电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七年夺冠,排名第二的联发科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创新高记录。 具体数据显示,整个上半年,台湾智慧局受理三种专利申请,合计34,611件,较去年同期月减0.4%,申请数量最多的是8名专利24,256件,同比略微下滑0.2%,外观设计专利申请3508件,同比增加2%,剩下的均为实用新型技术专利。 申请量同比下滑,排名前10的发明专利申请厂商当中,台积电上半年申请了1171件,同比增长1%,连续七年排名第一。 AI科技带动高速计算需求增加,在台积电先进制程中贡献度高。 第二名的是联发科,申请量为321件,同比增长高达114%,创历史新高。榜上有名的还有群创181件,音业达132件,分别创2016年以来公司最高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研发科、群创和音业达在晶片、面板、伺服器及AI应用领域积极布局。 智慧局分析,专利申请表现除了反应业者推出新品,也代表领导厂商与AI趋势下,技术研发投入有提升。 智慧局表示,企业应有全球布局考量,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下半年,随着AI技术发展,看好下半年申请建树再成长。 另外,今年上半年,台湾以外企业在台湾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共计14866件,较去年同比减少1%。 其中,前10大申请人分别为韩国三星以430件跃居第一,创该公司史上最高纪录。 台湾智慧局表示,企业专利的申请主要集中在下半年,未来随着AI技术发展,看好新兴科技蓬勃发展,下半年专利申请数有望继续增长。 在此背景之下,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台湾新竹科学园区,日前举办了全球研发中心启用典礼。 此次台积电启用的全球研发中心,坐落于新竹科学园区,靠近台积电晶圆12场第8期。 目前,进驻员工数约2200人,预计2023年9月,进驻员工总数超过7000人。 该全球研发中心于2020年7月动工,2023年2月,研发人员开始陆续进驻。 整体楼地板总面积为30万平方米,约等同于42座标准足球场,建筑站地总面积为2万平方公尺,楼层数为地上10层,地下7层。 据介绍,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将成为台积电研发组织的新据点。 进驻的研究人员将专注于开发2奈米及更先进的逻辑制程技术研发,并探索新材料与新型电晶体结构等领域的研究。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表示,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汇集了全球各领域的顶尖人才,共同释放强大的创新力量,以应对现今半导体技术的挑战。 站在这里,他不禁想象台积研发同仁们未来可能探索出来的各种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也指出,感谢大家和他们一起庆祝台积电研究发展的里程碑,他要感谢客户对他们的信任,他们才能在最佳的时机为客户提供最合适的技术。 他也要感谢他们的研发团队,因为你们永不熄灭的好奇心,勇于尝试与挑战的信念,让台积电能够推动技术持续进步,并协助客户实现过去从来没有实现过的创新。 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的启用是非常重大的里程碑,让全世界看到这就是台湾半导体持续不断发展的结果,过去所谓半导体去台化言论,可以修矣。 王美花指出,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代表台积电所有最先进的研发制造产能就在台湾,这是因为台湾有非常完整的供应链生态系,不断的技术进步,稳定的投资环境,人才等,构成了非常独特的半导体产业。 台积电计划从2025年开始,在台湾北部总公司附近正在建设的Fed20开始量产2奈米工艺,但高雄似乎也将从同一时间开始量产2奈米工艺。 因此,在宣布德国建厂计划的同时,其也确认了在台湾高雄新建2奈米晶圆厂的计划,并预定于2025年量产。 其实,早在2021年11月,台积电就曾宣布将在高雄设立7奈米及28奈米制成两座晶圆厂,并将在2022年开始动工,预计2024年正式量产。 不过,就在宣布计划之后,随着半导体市场供需出现变化,高雄建厂计划也开始出现调整。 台积电高雄工厂的建设计划一波三折,在2022年底,业内传出消息称,由于手机和PC市场需求疲软,台积电高雄7奈米晶圆厂计划或将延后。 随后,台积电高雄28奈米晶圆厂计划被爆料,将要取消。 在2023年一季度法说会上,台积电正式宣布调整高雄28奈米晶圆厂的建厂计划,将专注于更先进制成技术的产能提升。 当时,台积电虽然没有说明将导入盛量的先进制成,禁强调晶圆厂新建工程则照常进行。 当时就引发市场猜测,为了满足人工智慧市场快速成长的需求,台积电预计高雄厂将导入先进的2奈米制成技术。 直到8月上旬,台积电官方终于证实高雄厂将导入2奈米制成技术。 台积电发言人表示,在高雄的晶圆厂新建工程照常进行,但是调整了之前的扩展计划,以应对先进制成强劲市场需求, 确定将以2奈米的先进制成技术生产规划。 至于,相关的建厂细节与内容,则现阶段并未进一步透露。 此外,台积电还计划未来在台中5-15量产2奈米工艺,据称正在收购现有晶圆厂附近的土地。 台积电预计会先于其他公司开始量产2奈米制成,但规模也将建立一个可以说非同寻常的生产系统。 根据台积电此前的计划,其2奈米制成预计2025年进行量产,而生产基地包括之前公布的竹科和中科。 如今,在加入高雄厂,成为2奈米制成制造基地,则可以看出台积电对2奈米制成技术的信心。 随着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启用,创办人张忠谋也罕见在启用典礼上表示, 过去十年来,台积电研发团队对全球经济有很大贡献,也让台积电成为了全球兵家必争之地。 他幽默地说,要感谢研发团队,但也不知道是不是要感谢成为兵家必争这件事。 从技术自主到技术领先,这是张忠谋自传的一章,也是一条漫长的路。 张忠谋说,台积电走了几乎30年,一直到7奈米,他们才有十分信心说,他们技术领先。 当中也是花了很巨大的工作,才把研发建立起来。 现在大家或许不知道,一个很重要的数字8%,台积电营收8%的营收都用于了研发。 数据显示,2022年台积电研发经费高达54.72亿美元折合新台币1670亿元,占营收比重至7.2%,预计今年研发支出将进一步增加,达到8%以上。 研发经费将超越对手英特尔与三星。 截至去年底,台积全球专利数已经超过57000件。 2022年,预居美国第二大专利申请人。 张忠谋说,虽然营收变大,研发投入占比没有变大,但研发投资的资金在持续增长,现金已经到55亿美元。 要知道,M81年的全部研发预算也才20亿美元,但他们已经到了55亿美元。 除了研发团队之外,他还要致敬营运团队的密切合作,这是台积电很大致胜关键。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